自从传出《仙剑几家传》要拍电影版的消息后 《仙剑》迷们对于这部影片一直被感期待 虽然演员阵容上带确定 但是编方明确表示 电影版有望再次集结 如今红得发死的众主演员 近日胡歌在采访中正式回应了《仙剑》电影版的拍摄计划 希望能争取原版人马集聚 并表示通过影片来兑现大家的十年之月 距离《仙剑几家传》开播已有十年的时间 《仙剑一》聚集了胡歌 柳依飞 安影轩 和当时并不当红的彭于燕作为国内第一部电玩游戏改编的电视剧 该剧播出后在当年创下了《仙剑几家传》三开播 除了主角李逍遥仍由胡歌饰演外 女演员则换成了杨幂 刘诗诗诗和唐燕 而这一次电影版胡歌 刘依飞 杨幂 刘诗诗诗的不成最高 《芒果老新闻》真的能有原版人马回回出演 那票房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报道 自从传出《仙剑几家传》要拍电影版的消息后 仙剑迷们对于这部影片一直被感期待 虽然演员阵容上的确定 但是编方明确表示 电影版有望在此即见 如今红得发死的众主演们 近日胡歌在采访中正式回应了《仙剑》电影版的拍摄计划 希望能争取原版人马集聚 并表示通过影片来兑现大家的十年之月 距离《仙剑几家传》开播已有十年的时间 《仙剑一》聚集了胡歌 刘依飞 暗影炫 和当时并不当红的彭于燕 作为国内第一部电玩游戏改编的电视剧 该剧播出后在当年创下了收视神话 时隔五年后 电视剧《仙剑几家传》三开播 除了主角李逍遥仍由胡歌饰演外 女演员则换成了杨幂 刘诗诗和唐燕 而这一次电影版《胡歌 刘依飞 杨幂 刘诗诗》的不成最高 《芒果老新闻》真的能有圆满人马回回出野 那票房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报道